哈囉大家好 我是保全大叔小禮 今天特別點PIZZA 打美樂的 給大家看一下 我點的這個是它的客家系列 MyBox 那這一份是189 一個PIZZA 跟兩個副餐 那PIZZA 我點的是客家的這個雙洗系列 所以它有客家小炒跟美肝扣肉 雖然目前這樣子我是看不出來哪一個是哪一個啦 等一下吃了就知道 那另外呢我點它的這個現烤蝴蝶酥 也沒吃過這個試試看 那另外有一個它的這個蔬菜 那這個焗烤的蔬菜 我們來吃吃看 來PIZZA的部分我先吃吃看 這應該是客家小炒 因為上面有一點好像是芹菜還是綠綠的 吃吃看 其實吃不太出來 因為反而那個魷魚的味道會有點重 有那個意思 魷魚芹菜那種味道 對 意思到了這個意思到了 來接下來我吃它這個美肝扣肉 可以看到上面有醬汁跟一些肉 吃吃看看 這個梅肝扣肉就比較喔 比較不對 因為它醬汁太甜 梅肝扣肉本身事實上是偏鹹的東西 它這個弄得太甜就 一點都不像在四美肝扣肉 這個比較不ok 剛剛客家小炒就不錯 ok 我現在來試試它這個 現烤蝴蝶酥 它糖粉太多 它這個很像 它的皮是類似像酥皮濃湯上面那種酥皮 只是比較薄 口感上是類似像那樣 那它上面有一些焦糖跟白糖 我覺得做的還不錯 這個不錯吃 ok 我現在來試試它的這個焗烤蔬菜 和青花菜火腿玉米 看起來不錯 下面還有那個蘑菇類的 配料是蠻豐富的 嗯 還有洋蔥 還不錯啊 不過我覺得 希望它起司稍微再多放一點 它這個有點像奶醬類的 然後上面薄薄的一層 焗烤 但是它焗烤實在很薄 所以那個奶醬的部分會比較多一點 我是希望它焗烤部分可以再增加 但整體是好吃的 整體是好吃的 嗯 另外我還有加點它的普世蛋塔 打開來給各位看 來齁 三顆蛋塔125 我就有點坑 因為這個蛋塔真的還蠻小的 小小一個 來吃一口囉 還可以 還可以 基本上比那個 你在自助餐廳吃的那些 小蛋塔 來的好吃 不過三個125真的是 有點貴 我個人是不太建議 太貴了 它這一份副食就是個人BOX 客家系列189 那披薩的部分呢 剛剛吃了之後 我個人建議呢 是點客家小炒的口味比較好 因為它梅干扣肉的口味真的做得太甜 我覺得完全沒有那個感覺 那副食的部分的話呢 焗烤蔬菜其實也可以點 那蝴蝶酥我覺得 還OK 但是如果想吃飽一點的話 可以把它換成那個 三個雞柳條 這樣子保存感更重 所以我是 複食的部分呢 大家自己再斟酌 蛋塔就不要了 125那三個小蛋塔 我覺得不到那個價值 那PIZZA的部分 我覺得還真的還蠻不錯 大家可以點點看 189 讚